有花有草有风景 有湖有鱼有瀑布 看悬崖瀑布惊险一跳 乘快艇游湖上百里美景 田铁锅炖鱼 长一鱼十六吃 三花五螺十八子 净托湖里美食知多少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大家好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的记者王满 大家好 我是牡丹江电视台的李航 我们现在正在牡丹江市 5A级风景区靖坡湖 靖坡湖特别的厉害 靖坡湖它是中国最大 而且是世界第二大的 高山艳色湖 靖坡湖位于黑龙江东南部 湖水源于牡丹江 平均水位四十米深 因为湖水平静得像镜子一样 而得名靖坡湖 第一次来靖坡湖 必须要打卡的就是 世界上最大的玄武岩瀑布 吊水楼瀑布 我认为最值得大家来观赏的经典 我个人认为 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 吊水楼瀑布了 怎么样 这个瀑布真的看起来很诚伟正观 没错 这个水楼也是特别的湍急 这个瀑布呢 它的落差一共达到了二十米左右 很高 而且呢 今天我要带你体验一个非常刺激的项目 项目 没错啊 你看啊 在这个特别湍急的水流之下 在这么大的落差之下 如果说从这上面跳下去 怎么样 跳下去 跳下去 脚下不到 到净坡湖必游吊水楼瀑布 游吊水楼瀑布不可错过悬崖跳水 吊水楼瀑布激流呼啸飞泻水声如雷 表演者要从二十米高的悬崖之上 飞山越下跳入黑龙潭 让围观的游客不由地捏上一把汗 被游客表演跳水的这位老人 是坚持了三十八年瀑布跳水的迪化燃 他被誉为国内悬崖跳水第一人 看到他站在瀑布顶端纵身一跃 惊险刺激引得众人喝彩 更让人佩服的是他跳入瀑布之后 会沿着陡峭湿滑的悬崖峭壁 逆激流而上徒手爬回瀑布顶端 场面非常震撼 他是怎么会想到 要在净坡湖表演跳水的呢 这一九七几年的时候 我就在电视上 我就在那个电影的那个西门剪帽 就看个外观跳水 站在悬崖上 就是在二十七米高速往下飞 还是在海上 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悬崖跳水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蒙发一个 就蒙发说 如果中国要有这样的悬崖 我也要从事这样的活动 没想到 就在静母湖就这个地方 我就想 既然来到静母湖 它正好适合水的深度 悬崖的高度 多适合跳水 我们就想着 就想在这里开辟一样 中国悬崖跳水的基地 就是中国悬崖跳水的开始起源 就在这里开辟了 因为是火山艳色湖 静泊湖冬天的水温 恒温在八摄氏度左右 因此在冬天即使瀑布结冰 这里依然看到瀑布跳水的表演 这在国内外 都是难得一见的奇观 除了看不完的美景 静泊湖里还有着吃不尽的美食 这里水质邓氢 水产丰富 历史上最多一网东埔鱼产量达到43万公斤 曾经创下中国东埔记录 今天一大早五点钟 记者就赶往码头 不得是赶上静泊湖早上起的第一网鱼 今天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杨长咱们现在要去什么地方 去私人买个 静泊湖 对 大概这个过程 这个路程都有多长 要从家走的话 一个多少时 咱们现在那边的网是已经下好了吗 下好了 对 那是我们的定型网剧 然后 咱们现在就是网里边 这个下好的网 打上来的鱼 大概都有什么鱼种 怎么说呢 看看一天的产量吗 我们花 金沫沪者 以花白莲和红鱼鱼为主 这是我们的全种产品 同时有鲤子鲫鱼 野生的鲤鱼 鲤鱼 红 还有鸭落 计划 赶牙子绵鱼 都有 就是就黑鲤江有的鱼 鱼有的鱼 我们都有 您预期今天的收获怎么样 这不好说 有的时候能打一万多斤 有的时候可能能打几条 不一定做 看看咱今天军期了 一排白色的浪花翻向两侧 两岸郁郁匆匆的山峰 也慢慢地被甩在身后 渔船大约行驶了四十多分钟 终于到了今天的第一个捕鱼点 到地方了 到地方了 对 为什么要选这儿 向往的 选这地方就应该 这个的牺口比较好 鱼必经之地 鱼 对 为什么这儿鱼必经之地 下往 原来季节不同 下往捕鱼的位置也不同 现在这片水面是进口湖最远的一处下往的水域 也是秋天湖里的鱼巡游的必经之路 取这个兜 这是一个网兜 整个这个网是两侧从蓝湖的 然后这个形成一个兜 鱼 所有的鱼会到这里来 然后他们掉就把鱼起上来 这里的鱼船每天晚上会去下网 第二天一大早收网 捕鱼也受天气和温度的影响 主要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鱼的巡游 今天这一网会有多少收获呢 挺好 这有七五百斤子 这有什么东西啊 荒头 红鱼 改鸭子 奥了 奥了 大不大 大不大 你看这最大人哪有多大 小大 给快一个 大荒头 十多斤 二来斤 这有二十多斤 对 胖头是吧 对胖头 对 你这边捞着最大的鱼有多重量 最大的有一个起了七十多斤的 近坡湖里大约有六十多种鱼 这个季节主要是胖头鱼 白莲鱼和红尾鱼比较多 我们现在的奥黄这种鱼 这种比较少的 比较少的 比较少的对 金坡湖里最贵的鱼了 大概在一百五左右 一斤 对 胖头呢 胖头也分季节的 根据现在的正常价格都在二十 十五 说到吃鱼 来东北必须体验的肯定就是铁锅炖鱼 李航今天就带记者专门来到农家院品尝最地道的铁锅鱼 这条鱼这么大它有多少斤 这条鱼十五斤重 十五斤重 行行行那咱赶快放去吧 对然后我们一会儿也是期待一下 这个我看到了阿姨 这个刚刚是一条鱼 那现在是四条鱼 能够介绍一下这四条鱼都是什么鱼 鲾鱼鲤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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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鲤�鲤鲤�鲤� 那像咱这一锅多少咸 比如说连年有鱼 不是连年吉利的这个 一般就是不仿这一个锅 它还得配一圈菜呢 一圈菜 一千元左右 一千元左右 那如果说单个那种鱼呢 单个这一条 就最少是350起 然后这条大的 然后单顿 然后配四个小菜 你吃的那碗想吃那碗 每碗的味道都不一样 是吗 第一碗鲜 第二碗浓 第三碗香 铁锅炖鱼吃的就是鱼最原始的味道 要一直保持大火 才能把鱼的鲜味激发出来 然后阿姨 咱现在这个鱼是不是已经到火了 对 到火了 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然后还差最后一个工具 什么工具 把这个把 香菜味 葱味 然后就浇在这个锅里 我想可以闻到那个味道了 香味飘出来了 炖 炖 炖时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真的 好香啊 现在就可以闻到那种很香很香的鱼汤的味道 真的啊 而且是奶白色的 浓浓的鱼汤 这个汤 怎么形容呢 就是很鲜 特别的鲜 很鲜 很鲜 很香 很浓 满满的一大锅鱼 东北人的豪爽都蕴含在里面 而且是越炖越入味 越炖越好吃 先说一下我们东北人的性格 一定要大碗吃鱼 看都拿这么大的碗 没错 大碗吃鱼 大口吃肉 咱来东北 大碗喝就特别特别的细腻 特别特别的嫩滑 嗯 鲜肉入口即化的感觉 铁锅炖鱼是深受北方人喜欢的一道家常美味 寒冷的冬天 一家人围坐在铁锅旁 热气通通 其乐融融 这个叫生拌鱼 生拌鱼 对 生拌的鱼 这个鱼呢 是生的 然后呢 其实我作为东北人呢 也是很少吃这种生拌鱼的 生拌鱼呢 也是这个静泊湖 咱旁边 像咱这个地方啊 它们特有的一道菜 静泊湖属于冷水湖 在这里生长的黑鱼油脂比较厚 生拌之后 吃起来鲜美双口 然后呢 这个是葱油红尊鱼 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吃 是的 然后看上去这个色泽也是特别的诱人 对不对啊 而且它这个肉 鱼肉的颜色很好看 是那种透着粉红色 葱油红尊鱼对鱼的要求很高 必须是当天捕捞鲜活的红尊鱼 才能保证做出来的口感细腻 滋味浓郁 铁锅炖鱼体现了东北人的豪爽 而接下来李航要带记者去看看这里的大厨 是怎么把一条胖头鱼变成16道美味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静泊鱼存有机大胖头鱼 做的是育鱼16吃 胖头鱼做16吃 对 搬的用鱼头啦 鱼斧啦 鱼骨啦 鱼鳞啦 包括它的鱼尾啦 它全能做 所有的这个胖头鱼身上都是包 一条胖头鱼浑身上下都可以食用 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烹饪手法来制作 我们现在做的菜呢是叫灌汤鱼 灌汤鱼 它是采用的是静泊糊的那个胖头鱼的鱼斧去做 因为鱼斧刺比较少 吃出它的口感特别细腻 你丑的颜色也特别好 所以呢我们要选用一个模具 它是一种不用钢的一种那个采用这种模具 它除了呢有一种鱼的形状 象征着就是连年有鱼啦 新鲜的鱼腹油脂大 刺少 适合加工成鱼绒 里面只需要加上一点盐搅拌均匀 放在固定的模具里上锅针就可以了 鱼绒还可以用来制作炸鱼球 秋葵酿鱼绒等菜式 用鱼鳍做的菠萝鱼段酸甜可口 鱼尾肉做的脆皮滑水外焦里嫩 还有爽口的凉拌鱼肚 脆滑的翡翠鱼皮 开胃的酸汤鱼馅 香辣的剁椒鱼生鱼片 就连鱼骨鱼鳞都给安排的明明白白 这道菜是蒜蓉粉丝蒸鱼排 对 蒜蓉粉丝蒸鱼排 这是选用的粉丝 正常的家用的粉丝 这个是胖脱的鱼骨做的 我们参考鱼的鱼骨有什么特点吗 胖脱的鱼骨里边的骨髓特别多 它出来的那种效果 尤其是这种长大了这样 30来斤的 它的鱼骨特别的香 收拾好的鱼排加入蒸鱼齿油 盐 白糖和熬好的蒜蓉 反复揉搓 腌制入味 下面垫上粉丝 放上蒜蓉 上锅蒸10分钟左右就好了 把鱼的鳞片加入盐和糖 淀粉反复搅拌融合 油温7成热的时候开始下锅炸 也就是50秒左右 因为得炸酥脆 一鱼石榴吃里最霸气的一道菜 非富贵鱼头王莫属 乃白色汤汁 细腻鱼肉 让人食欲大开 不过记者对这道脆炸鱼帘最感兴趣 也是第一次吃鱼帘 它是什么口感和味道呢 好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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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这些都会听到它的声音 没错啊 就特别这种响声 你说一嚼 就干脆 拿着那种感觉 一鱼石榴吃需要至少 30斤以上的胖头鱼才能制作 而且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所以一般需要提前三天预约 每桌大概2000元钱左右 其实除了胖头鱼在黑龙江有三花五螺 72杂鱼的说法 今天记者乘坐快艇再次来到金破湖上 正好碰到有两艘鱼船在拖网捕鱼 它们的收获如何 记者还能见到三花五螺里的哪些鱼呢 这是拉网 拉网就是在里边下的 下多大圈 这一趟网是2000米 2000米 下的很远 如果是网不够长 用绳子接着在边上脚 这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就出鱼了 五点熟了 六点 七点 八点 九点 十点钟 一会儿的鱼就倒在洞里边 渔民们从早上五点就开始下网拖网 现在正是收获的时刻 就是拉网 就是拉网 网高十米 你打深水就打深水米 再打深水就不用了 过去准备扎一趟 比较深点的嘛 十五就米的 这大活死身就能打 因为网眼的大小不同 每次不捞的鱼种也不一样 今天这一网最大的 有一条十三斤的鱼 还唠叨了少量的熬花鱼 我们今天这网鱼 在四万多斤 四万多斤 对 四万多斤 一网吗 一网 每天都这样 最低的时候也得一万七八千斤 这里大概都有什么鱼 这里边我们这个湖里头 这个胖肉里子 大白鱼 你像那个山花 那个鱼和奥和地鱼 这都有 鱼和鱼鱼鱼都有 记者了解到 在这里十一月之后 湖水开始结冰 就不再打鱼了 直到元旦左右开始东部 现在的市场需求 以胖头鱼为主 一般是十五斤以上的 更受欢迎 越大越好 特别是进宝鱼鱼 进宝鱼鱼在淡水鱼当中 它可以说是应该是最好的 价钱呢 价钱可以 价钱可以 现在价钱我们这大车往外批 就是胖头鱼 四斤起步的十二块钱一斤 那有更大一点的 要十斤以上的呢 十斤以上就达到十三十五 那其他鲤鱼呢 鲤鱼贵 鲤鱼我这家最低的三十块钱一斤 对 最低三十 平常你要说冬天春节的时候 就得四十块钱一斤 进宝湖是我国五大淡水鱼类 分布区域之一 湖水必清如净 湖底有玄武盐和软软的细沙构成 没有污染 因此这里的鱼类更加鲜美 新鲜捕捞上来的鱼 刚送的岸边就被客户直接拉走 我们现在打的鱼之间就是卖 直接就卖了 今天这车鱼 这车鱼是大庆 发大庆 上面还有三个车 有长春 沈阳 还有一个天津的 全国共和 全国共和 到静泊湖来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一顿全鱼宴 什么鲫鱼 贵鱼 红尾 胖头等 让人眼花缭乱任你挑选 这个是我们也是静泊湖的特产 我们有一个红尊鱼厂 这叫金尊鱼 金尊 金尊 你看它是金色的嘛 叫金尊鱼 这个鱼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鱼它的肉质特别的香 它吃的这个鱼就跟你吃海鲜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鱼吃虾和鱼长大的 所以这种鱼特别好吃 对 这是静泊湖的特产里的野生大狐狸 你没看它的尾巴是黄色吗 它是不一样的 看 这种鱼的药也非常好吃 尤其是焖出来的 哎呀 非常非常的香美 这是我们静泊湖比较有名的鱼 对对对 只有静泊湖能吃着狐狸 这是狐狸 对 狐狸鱼 这是狐脊 狐脊鱼 对 你看它的狐脊和普通脊是不一样的 它的狐脊的它的肉质和啥就不一样 它吃这个就特别特别的香 特别特别香 普通的鱼你吃不出来这种鱼的那种鲜美味 静泊湖盛产鲫鱼称狐脊鱼 静泊湖的鱼肉嫩味鲜 过去曾被作为皇室的供品 这是静泊湖的特产叫狐沙鱼 狐沙鱼 这个鱼有什么特点 这个鱼它的牙齿特别的锋利 它也是吃狐虾了 小鱼长大的 所以它的鱼肉幼质特别的鲜美 我觉得这个鱼看着就很凶猛 对 特别的凶猛 这个是静泊湖的奥花鱼 对 三花五螺的头一个花 奥花 奥花鱼 别看它小 这是纯的 非常好吃 它的鱼肉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你吃上一口你就是会流离往返 特别特别的好 这种鱼多了 这种鱼非常稀有 所以它是非常珍贵的 就是这面的价格在大约 都得在一百八九一斤 奥花是三花之一 学名贵鱼 肉质细腻 味道鲜美 刺少 静泊湖南湖头盛产的奥花鱼 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鱼类 这是计划鱼 你看身上都带斑点 叫计划鱼 它长得有点像虫上 但虫上是没有这么花的 这是计划鱼 它的尾巴都是带黑点 你看带黑斑点 所有的都带黑斑点 身上都带黑斑点 所以它叫计划鱼 这个有很多人吧 他没有见过这种鱼 这种鱼就是我们俗名 都叫它胡萝片 胡萝片 胡萝片 这种鱼就是吃完了 也特别特别香 但是它的 它的就是出水率特别低 你像红火鱼呢 出水就碎死 你像这个鱼呢 它也是出水就碎死 这个鱼 你别看它小 但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丰盛 非常好的鱼 特别的好吃 很多人就为了说的 来品一口这个鱼啊 不远千里 等于上这来吃了 但有的时候很遗憾 整不着 非常少 这叫胡萝片 胡萝片也叫胡萝 大厨介绍说 还有一种鱼 如果来进破湖 没有吃上 就不算来过进破湖 它是什么鱼呢 这个鱼呢 叫红尾鱼 为啥叫红尾呢 看它尾巴是不红的 所以它叫红尾鱼 红尾鱼 这个鱼的 咱们现在拿的这个鱼呢 它属于是二红 因为这鱼分大红 二红三红 这么大的一个属于二红 大小分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鱼 它的特点是啥呢 就是谁吃这个鱼都百吃不厌 属于进破湖 到进破湖来了 必须得吃这个 在这里有说 去进破湖不吃鱼 白搭去一回的美潭 加满鲸鱼 清蒸贵鱼 干扎红尾 糖醋鲤鱼 清炖胖头 移上桌 全鱼宴的正式 丝毫不输 满汉全席 我们这一桌子的全鱼宴 就算做好了 没错 我看有十道菜 十全十美 清波湖比较出名的 有这个三花 三花都在我们这个桌子上 这次是用这个葱油 所浇制而成的这个熬花鱼 这么做的 这条鱼 这条鱼呢 它叫做济花鱼 济花鱼 没错 济花鱼 而且呢 这个济花鱼啊 它的做法呢 从这个色泽看上去 就是 感觉 加烧 特别有食欲 然后呢 这道菜 这道菜呢 这个鱼啊 它叫做边花鱼 也是三花之中的一条 边花鱼 我来试试一下 它这个 我感觉和刚刚那个熬花鱼 来比较啊 这个肉质呢 稍稍比那个肉稍稍要松一些 对松散一些 对对 就没有那个那么紧实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鱼 很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对 全鱼宴上 熬花 煸花 和白鱼的烹制方式基本相同 都是上锅蒸 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而鲤鱼是糖醋 鲫鱼是酱焖 鲫花是家常焖 都是当地最为传统的做法 那这道经典的干烧红尾鱼 味道又如何呢 这个鱼皮特别特别的酥脆 嗯 没错 鱼肉特别的紧实 而且呢 你看我这个 里面这个鱼骨的 嗯嗯嗯 我都是直接嚼了 对 它的鱼刺鱼骨可以直接嚼 它炸得特别的透 对 嗯 然后加上椒盐的味道 嗯 特别的香 没错很香 香酥 香酥 然后 我还觉得它有点 这个鲜味啊 秋到北国 山明水秀 这时候来静泊湖观景吃鱼 可是一大享受 除了泛舟湖上之外 你还可以钻进火山口 国家森林公园 感受天然清凉 去静泊峡谷徒步 到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 看海东圣国曾经的辉煌 去玄武湖感受诗意稻田 品尝玉稻田石板米